今天我的题目就是对那些华众取宠的白猴子乐乐法利和其他那些反华的白猴子网红们 反华的白猴子网红们说一句话 就是中国不欠你的 这个白猴子乐乐法利整天在YouTube上录一些节目来讽刺 好像中国怎么对不起他的 因为他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 然后说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就觉得自己飘飘然好像比别的欧美人在中国的欧美人好像高级了一等 他去做些表演 然后回了美国以后 他又参加一些中国华人的一些组织 也是做一些主持一样 然后赚了一些钱 有一份工作 等到疫情之前他都是很支持中国的 没有什么让他觉得中国怎么怎么的不好 所以在疫情之前 就是做2020年3月份之前 他是满嘴的支持中国 但是因为疫情出现的话 很多这些文化活动都取消了 这样就没有人再请他用他这些流利的中国话再去骗人骗财了 所以他就心怀不满 开始录些视频 就是发现他这种好像被中国文化遗弃的那种感觉 整天录些节目来讽刺中国大陆 我就觉得他这个小毛孩 跟我来讲我已经50出头了 所以他只是最多是30出头 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小毛孩 刚出世的一个小毛孩 来用这种划纵取宠的手段 来发现他心中的不满 但是我就跟你讲 你不要把自己定位定错了 你去中国呢 实际上你 比如说就是一种从家庭观念的来角度来讲 美国是你的生母 birth mother 中国是你的寄养家庭的寄养家庭 只是说中国只是你的寄母 那就是对我来说呢 因为我是出生在中国的 中国对我来说是birth mother 我的生母 那美国呢 是因为我已经移民到美国 我已经成为美国的公民呢 那美国就是我的养母 所以你像这种乐乐法利啊 这种白猴子或其他曾经在中国能够要就是好像风光一阵 然后呢 现在搬到国外来 然后回到美国啦 或者回到其他国家呢 回到他自己的家先开始就是对中国就是心怀不满 所以你们定位要定得清楚 中国不是你的生母 中国不欠你任何的人 你自己如果不成功的话 你去去埋怨你自己的生母去 对乐乐法利这种人呢 就是说你回你来找美国 为什么你的美国生母不给你成功的机会 你为什么要去批评中国好心好意收留你 你寄养到中国 中国只是一个你的寄养家庭 那你离开这个寄养家庭 那中国就不欠你的了 他没有资格的让你去保留你 给你供养你一辈子 有本事你回到你自己生母身边 看看你自己能否成功 还有那个南非的那个叫什么 南非的就是叫什么 反正也是一个白猴子吧 也是整天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好像能说那么一点点的中国话 然后在中国各个地方旅游 排了一些视频 很多人也是看了他的视频 对中国更感兴趣 结果呢 他就觉得好像自己要比 永远比人高低一等 要对中国的法律法规 嗤子以鼻 觉得我没有必要 遵照你中国的法律法规来行动 你对我这样不公平的话 你让我遵守一些中国人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呢 那我就老子就不高兴了 我就搬到美国去 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 他就开始满嘴的污蔑中国 觉得中国怎么那么不好 嘿你是南非的 南非是你的生母 OK your birth mother go the fucking back to 对不起 回到你的南非那去 为什么你不找你的南非生母呢 你的南非生母呢 就不能给你一口饭吗 还是说人家就是嫌弃你 那个地方已经把你扫地出门了 那美中国呢 你再住了一长时间 然后呢 得到一些赏识的话 你也不要给脸 不要脸 到了美国来的话 美国还是一个 你的自己寄生家庭 对吧 你也是一个forster home 美国 因为你也不是美国公民 你也没有美国身份 实际上你在美国是一个非法移民 因为你现在在往youtube上去赚的钱 实际上你是没有在美国赚任何钱的资格的 你现在是一个非法移民 那你有什么资格再去平派中国 没让你赚到钱 对我来说 中国是我的生母 是我的birth mother 中国让我的我在中国生长25年 在来到美国之前呢 我是已经从一个平民 公产阶级家庭的背景 差不多靠运气 真的我觉得我并不是能力很高 但是我就是靠运气 我可以在我出国之前25岁的时候 我已经买了我第一个房子 我已经在所有的中国人 还没有尝到中产阶级生活的这种滋味的时候 我已经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 我大学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学外语的 我有一些就是可以打工的经验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勤工俭学 87年的大学生 那个时候勤工俭学的机会还不是很多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给一个美国外教家庭做看小孩 baby sitter 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美国的单身妈妈 去我们隔壁大连海运学院 那个时候叫大连海运学院 做外教 那他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 一个是七岁的男孩 一个是四岁的女孩 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工作 他需要 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个baby sitter 我呢 就是很闯的人嘛 所以他在我们的那个女生宿舍 贴了一个广告 就是招baby sitter 那我呢 就从大连理工大学 去了这个大连海运学院去应试 结果我就被录取上了 录取上了以后呢 我就是在闲鱼时间呢 帮他 他需要的时候 我就帮他看小孩 然后呢 他可以 他跟他的那个时候 他的男朋友是一个坦桑尼亚的来的留学生 那个时候大连海运学院呢 有一些给非洲来的留学生 招了一些 所以呢 他的男朋友是坦桑尼亚的 那我就是他们在出去 比如说去做约会啊 那我就是帮他照顾他的两个小孩子 这样的时候呢 所以我的英语水平呢 那个时候就比其他的同学的口语水平要好 因为我整天跟两个美国来的四岁和七岁的小孩 学说英文嘛 最开始后 我觉得我们学的英文和他们美国人日常用的英文不太一样 比如说 我记得 第一个让我觉得很很迷惑的 一个词就是那个 我们说疼这个词 我们就说 Oh I have pain 但是那个小孩就说 It hurts 我就说什么意思 所以慢慢的我就 我的口语就有很大的提高 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后来呢 我又因为学英文了嘛 我又去一个翻译公司去做教育 所以那是我第二份工 第三份工呢 就是在一个暑假 我们的外语系学校同学呢 就是一般是我们那个时候 八六级的同学 去给管理学院的八七好像同学呢 补课暑假的时候 补课英文 那个时候呢 我就去应聘 跟我们八六级的同学 就外语系的同学 同时去应聘管理学院的 就是暑期 就是老师这个工作 我已经聘上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教管理学院的一些学生的 一些口语 英文口语 所以这是我三个 就是在大学期间做的 勤工俭学的机会 这样我会比一般人呢 多一点额外的收入 然后呢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 我也有一些实习的机会 另外呢 就是我有一个美国闺蜜 是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 因为他的原因呢 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 这样的话呢 我就差不多去了美国 就是在大连那个时候 很多的酒店吃饭呢 然后我们高年级的一个女孩子呢 很愿意去结交一些香港 台湾的人 然后呢 她总是拉着我做那个 做灯泡 所以呢 我又去了一些 在那个时候去一些 就是夜总会啊 什么地方 所以我在差不多离开大学之前 几乎把大连的所有的酒店啊 什么夜总会就是比较高级的那种场所啊 还有吃饭 我都已经逛够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是也是坐着幸运车 我就毕业到了北京啊 我拿了一本北京的这个户口了 那个时候人家 我的通告 中学同学是花了很多钱 打通关系 实际花钱买到了美国北京的户口 我是免费的拿到了北京的户口 然后呢 那么当初的我的美国闺蜜呢 就回到美国读了 就考了医学院 但她没有直接去入学 推车了两年时间呢 她回到了北京 陪我了两年时间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说 一方面是因为她原因 我们可以出去吃饭啊 旅行啊 这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了 另外呢 我在北京的时候呢 我还有一份另外的工作 就是因为我是口语嘛 英文口语 那个时候很多的 就是可以讲万语的人 不是很多嘛 那我就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展览会上 做口译翻译 这就是我的第二份职业嘛 所以呢 所以呢一天我因为工作的原因 也是整天去打出租 穿的也是很风光 我美国的男朋友呢 从美国给我买了很多衣服 因为我需要在做展览会的时候 穿的比较正式 所以她就就是 从美国给我带了一些衣服回来 因为我和这些外商啊 在就是在展览会之间 我一般下班 我们展会结束的时候呢 会出去吃饭啊 或者是去夜总会去跳舞啊 所以呢就是说在 在90年代初的话 我也是差不多把北京这些高级酒店啊 餐馆啊也是吃的差不多了 因为这些什么 我的当初的雇主一般是 比如说是瑞典啊 日本 美国 意大利 有一个意大利的厂商也是非常喜欢我 他是我第一个客户吧 然后呢 他就非常喜欢我啊 本来是想做 让我做干女儿 带到把我带到意大利去 但是那时候我我并不想出国 然后呢 他就 然后我跟他说我没有去过上海 那他说好啊 那你上海呢 我们因为那个时候要去 每年他会在上海 展览中心做一次展览 然后第二年会在北京 所以呢 在92年的时候呢 他就 他说我不会到美 这个参加这个展览了 但是你可以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去 所以就是他把所有的展览的设备 就寄到了上海 然后呢 他就把我 我就跟公司请假 我就说啊 就是说我家里有什么什么事 我就请假 我就飞到上海 住在那个酒店里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那一大利厂商 给我安排好的 我只是需要去住就好了 所以我一个人就是帮他主持了 这个一个星期的 在中国上海展览中心的 这个皮革展的这个展览 然后呢 所以呢 我就就是他给我的钱呢 我就游了西 这种上海地区的什么杭州 我去了杭州附近的 然后这以后呢 结果在展览之间呢 他们有个意大利展团 意大利展团的人呢 就是有一个工程师 因为那个展览会是卖 意大利的皮革机械 到中国的各个皮革厂商 然后这个工程师呢 需要去这些 中国的买方 安装这些皮革机械 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 没有翻译 我然后他来雇用我 我就好了 那个时候就是一天五十美金 就是在1993年吧 92年的时候 是他雇用我一天五十美金 随他去飞到各个地方 去安就是安装这种皮革仔 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是跟他去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我去了宁波 看到我宁波的大学同学 去了宁波 还有一个江西南通 好像我们是去了三家还是四家 就是坐飞机去各个地方 我走了差不多是 走了八天吧 所以八天呢 一个一天是五十美金 所以我八天赚了四百美金 要在大家要知道 94年一个人 我们像我们即使大学生 毕业的一个月的工资是 250吧 还是不到300块钱 所以呢 那个时候的利率是八 那就是说 我八天赚了四百美金 四百美金 就是三千多块钱 就是我工作出去八天 我赚了差不多超过一年 我一年的工资都赚出来了 所以呢 然后呢 也是我这个人 我觉得比较幸运吧 后来我另外一个 就是瑞典的那个客户 他就帮我介绍了一份工作 就是他们瑞典的一个公司 属于就是诺贝尔公司 诺贝尔奖金下边的一个 就是相关的一个公司吧 在北京要设立这种代表处 然后呢 就是雇佣我做首席吧 所以那个时候给我的工资是一个月一千美金 就是按按照这个当时的汇率的话 一千美金就是相当八千多美金 八千多人民币 一个月 那个时候我在离开这个中国的国营工厂的时候 我的工资好像是三百多 所以呢就是说我的工资当初是普通人的二十倍 因为我当初离开中国的这个国营企业以后 我因为是外地进京嘛 我们当初是住在宿舍的 宿舍呢是 是这个 就是我们公司是出的 但我离开了国营企业 我就没有 再没有这个宿舍了嘛 所以呢我就需要租房子或者买房子 后来我就有机会在通州 就是以前叫通县 通州呢买了一个就是农民的那种小别墅 就是因为我当初觉得我一个月可以赚到一千美金嘛 那就是当初花了二十五万人民币买了一个小别墅 那我就顺道呢 做了一次地产经济 帮着一个就是一个当时国内很有名的画家 现在他旅居美国在纽约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 买了当初一个邻居的房子 就是他是花了五十万买的 因为他是两套 整个一栋两套 我买的是一半 所以呢这样的话 就是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成为了有房阶级 在九四年的时候 估计好像你十亿人口里头应该是也没几个 就是说至少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 买到房子的人应该是很少很少 所以呢 作为中国作为我的生母 my birth mother 中国对我是非常好的 那后来是我有一个个人的种种原因嘛 离开了中国 移居到美国 那我实际在美国 我也算一个中产阶级 但是就是没有赚到一个比平时人有二十倍那种高薪 所以呢就是说美国没有让我像中国一样的成功 是一种遗憾 但是我觉得美国对我也不算太差 当然我有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满的 那从这一个角度来跟那些整天在中国曾经风光一时 到了回到自己的国家就没有一个就是谋生的手段 反而呢要靠去骂自己以前的寄生家庭种种的不好 然后来谋生就像这种白猴子乐乐法力 他整个的问题就是一个在辱骂以前曾经收养过他 寄养过他的一个家庭 对他的种种的不满 为什么中国不欠你的 你有本事要在美国生存 你的你自己的生母是美国 那个就是南非的那个就是 他的生母是南非 你们这些白猴子 为什么不到你自己的家里 自己的生里养你的地方 拼出一片天地来 反而是靠整天骂你的养母 或你的寄生家庭 人家把你作为一个forster child OK 那真是对你好是人情 对你不好是本分 因为你他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些人这些家庭 中国你又不是中国的公民 你又不是在生长 生长在中国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对你好 对吧 我到美国来 我也经受了很多很多的挫折 但是我也扛过来了 我也我也因为我也认定 这是我我的养我的地方 对吧 我的adopted child family adopted country adopted family 那我已经认可了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中国不欠我任何东西 我非常感谢中国当初 给我了一个成功的机会 那我觉得美国呢 我也觉得还不错 但是这些白猴子 我就是告诉你们 白猴子乐乐和那些白猴子 网红 反华网红们 中国不欠你的 所以呢 就是live China alone 你不要管一些中国的事情 至于说中国怎么样把他自己的孩子养好 有本事你自己有一天变成中国的领导人 你能保证14亿人口中 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他无限的自由和无限的财富吗 不可能的 连上帝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你不要指望中国的共产党 会比做出比上帝还要超人的水平 不要把人家 不要要求人这么多 相反你应该要求你自己 在美国为什么还要靠骂外国来谋生 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说明你自己这个家庭是很差的 你作为美国公民 还要靠骂外国人来生存 自己靠做美国人 你就不能在美国正常的生活吗 所以乐乐法力 你就是一个白猴子 中国不欠你的 就是一个有多多复权的活摩 你这就是一个是一个给送的